向运中外的陆军神龙小组队员已经陆续跳出 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神龙小组成绩已经进入 我们看到神龙小组已经开始跳伞 将会从5000英尺高空慢慢的上着中东府 两好,我们就可以看到有12位神龙小组的成员 其中有一位女性的神龙小组成员也参与跳伞的活动 总共有12位神龙小组成员从绿速机上面 在5000公尺的高空向下跳 就是历史性的时刻啊 可以看到神龙小组降落在总统府间 请为大家介绍神龙小组的牛奶 现在我会介绍一下军神龙小组队员的历史 并可培养冒险犯难精神 如今接近地面的过程当中 因为地面这个气流上面相对会比高空会更加不稳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必须要很精准地去掌控他的Everstein 而且他要落在总统府前这块 在这个小组场的地方的时候 他也需要去掌控他的方向 去依照目前他慢慢降落的时候感受到的一个风向 用他们的经验去找一个比较安全能够降落的一个方向 尤其我们刚刚也看到在总统府前过去是对面有一个高台的 不过今年为了台子设了一个高台 所以对他们来讲如何越过这高台能够顺利地降落在总统府前的组场也是相当的重要 你可以看到神龙小组成员的脚上面为了庆祝把英国庆脚上面绑了国旗 另外呢又有人绑了三色 也有红白蓝三色所主持人的彩带 Mori下脚上释放彩烟 如果镜头呢我们在右边的画面可以看到神龙小组从这个自抛点呢看到他们下降的情况 不过因为这次高峰的一个讯号传说 所以都会是Lag的状况 不会看到这是相当难得看到的画面 而神龙小组是在民国五十二年正式成立 由于台美地区首峰龙建筑影响产生编切现象 风向风速不会呈现不稳定的状态 但我们可以看到神龙小组的队员 全然地风速的经验 随着空中及地面风向风速的变化 灵活的操控感觉 一点呢安全的来控制这个方向来降落 因为真的越靠近地面的气流越不稳定 这是越困难的 可以看到身上的国旗飘啊飘啊 就知道这风向有多大 即将落地 让我们一起来为这一个第十线遗课来喝彩 顺利降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而接下来第三位着陆的是潘艺龙市馆长 他现在已经做stand by 准备做一个最后的降落 安全着陆 第四位是潘艺龙市馆长 各位贵宾现在人员即将逐渡 金军逐渡 好第四位降逐渡是张震雄上市 又上市呢因为这风向的问题了 所以他现在降落 我们在画面我们现在看到是他正在安全着降落 目前伞已经落到地面上 因为真的很不容易啊 在这个地方都市区域不但有建筑物的影响 最后真的没有办法来做降落 是相当感动的一刻啊 可以说顺利的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是一个相当历史性的一刻 上面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刚刚跳伞 着陆成功的六位神龙小组的成员啊 要到这个总统府的这个办理台前 向总统来致敬 我们可以做今天的一个大会